我們先講這個山東劍 因為他其實離臺灣非常遠 這個是山東劍出沒的地點 大概離日本的宮古島南方 四百二十公里多遠 但日本就發佈了 日本講說在我們宮古島南方 一下往往往 後來往北走到接近兩百公里 所以日本的防衛省 他昨天公佈 昨天 今天禮拜二 昨天早上 禮拜一早上六點多的時候 他在這邊訓練 那為什麼公佈 因為第一個他山東劍 第二個山東劍以前都是只有進去出來 然後從這個這樣子 無害通過 臺灣海角外 他就經過而已 這次他在做演訓 他要實際降落 然後觀眾朋友 我們聽到很多人講說 山東劍不好 那是紙糊的 他也不辦法起降 山東劍不行 韓國母艦山東劍不能進行 他有什麼用 他這一次山東劍有起降 然後直升機有起降 所以他可以起降 就代表說他有這個方便 那我們臺灣離這個宮古島 這樣距離看 至少也是大概兩三 三百公里以上 所以我們國防部沒有講 今天禮拜二固定的 國防部例行記者 剛剛看到那個記者會現場 記者問 因為日本昨天講了嘛 那就回過頭來 國防部可能也悶說 三百多公里我也要講嘛 可是日本就講了 所以其實我們要知道 就狀況 其實基本上在臺灣的周邊 雖然這次非常遠 可是山東劍 他有在這個海上 這個戰鬥機起降的功能的時候 可能日本很關注 然後我們沒有那麼關注 第二個內水的問題 他進到內水 到底上個禮拜 有一個是在這個蘭嶼 周邊那邊 他到底是有沒有在二十四 海里林街區 他說是三十三 可是三十三是對鵝卵比 那如果你拉近一點到臺東的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富剛呢 那就那可能就更近了 所以不按照比例 對啦 對就是說就是說不按照比例 就國防部現在跟大家講 沒有進內水 可是已經很接近了 那我是覺得啦 二十四海里的林街區 他總有一天會 他會滑進來的 那到時候我們要怎麼辦 那才是重點 所以這兩個其實大家關注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我補充一下 這個第一段的 簡單講就好 就是川普趨上這個X 那我們要知道X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就是他社群民臺上面 他的影響力到底大不大 以全球來講 目前最大的是臉書 有三十億的人在使用 那第二名是YT 二十五億 IG第三二十億 X並不多 只有五點五億 這樣子五點五億而已嘛 那X排在很後面 可是在美國來講 因為像講美國總統 臺灣用X的不多 美國X是第三名 第一名是臉書 第二名的話是Reddit 他有點像美國的PTT 所以其實他是個很大的平臺 那一個美國的總統參選人去上X 以前他在Twitter的時候 帳號被封了 現在又從事強行回歸 那在這場專訪當中兩個小時 其實馬斯克就是公開的支持川普 我覺得會有影響 因為使用那個平臺人 既然多的話 聽他講 那我們臺灣當然拜託 沒有那麼多 你去把那兩個小時的重點 結錄出來 他講了很多 比如說馬斯克 我是特斯拉的老闆 他講電動車 對不對 他們兩個 其實石化業很重要 天然氣很重要 我們要好好發展 他就跟石化業招手 不是說 因為馬斯克是電動車 以後石化不重視 那他講說 以色列有鐵窮系統 我們也應該買啊 這川普裡面 其實講了蠻多東西的 那因為他強勢回歸到 這個社群平臺當面 已經不是說ABC NBC專訪而已 突破傳統的模式 那選舉還有現在八月 還有大概三個月了 其實我覺得也會對選舉 造成影響 因為畢竟一個媒體的大亨 公開挺他 還是會有影響 不是 知道馬斯克 是很多美國年輕人的英雄 大家追隨他 很多人追隨他的 好吧 這個大靜滿88號 鴻信船長 還沒回來 本來大雨說回來了 四個船員回來了 大陸國外大半說 海警依法執法 所以還要徵訊 我還不給他回來 船也回來了 四個船員也回來了 所以這四個船員 違法勤結輕微 就是個船員嘛 不予追究 彤彤回來 那另外呢 所以他們今天晚上 或明天清晨 就會回到澎湖啦 另外呢 這個很奇怪 中國國安部宣稱 破獲了千餘起 臺灣間諜案 只提一個人名字 叫做楊智淵 其他媒體名字 你千餘起 就至少千餘人吧 就一人也好了 又千餘人吧 那那些人現在在哪裡 是被抓起來被關起來怎樣 我們有沒有去關心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還是他隨便講的 還是真的有千餘起的 這種間諜案 臺灣間諜 你抓我我會抓你 你不是現在在臺灣辦間諜嗎 我也是辦間諜 如果您就能夠 我們